1945年4月,美军登陆冲绳岛,美军第五舰队展开了对大核号战略舰的作战。 面对美军的空袭,大核号165吨的主炮,发射出了1.5吨重的炮弹。 炮弹在空中爆炸,变成6000枚细碎的弹片,形成一片弹幕。 但美军的SBRC轰炸机和TBF鱼雷机轻松躲过了弹幕。 从各个方向向大核号投下了鱼雷和炸弹。 大核号的两型高炮,面对大量的炸弹,几乎失去了抵抗能力。 经过几轮轰炸,大核号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和烈焰沉入海底。 而这也宣告着巨舰大炮主义的彻底破产。